大家好 我是芝�芊 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平日 我在家做Facial的時候其實會做什麼呢 首先我先洗了棉 洗完棉之後我會先敷清潔面膜 近期就是用Clam Glow的這一款 它是一個泥狀的質地 我會全面都塗光 敷上去的時候其實你會有一點點刺激的感覺 但我自己覺得它清潔力很好 一些黑頭粉刺都會浮得不錯 你過了水之後還會覺得臉很滑 全面塗光之後我會敷它第二十分鐘 敷完之後你會看到它會開始變成灰色 特別是一些毛孔或者有髒東西的地方 你會看到一點點的 洗乾淨之後臉還沒有那麼暗 我平時自己摺的黑頭粉刺到底怎麼摺的呢 其實我會拿紙巾包著兩隻手指 沒有那麼容易有的指甲痕 沒有那麼傷毛孔 輕輕推的 我就不會全面都推的 可能特別一些很有信心的位置才會摺的 之後我會先塗這個黃金啫喱水 幫皮膚打底 令到之後的面膜和護膚品都會更加吸收 之後就會敷Yutena的黃金啫喱面膜 它一共有幾款 我自己最喜歡敷紅色這款 主要是做保濕的 大家也可以因應自己不同的情況去選擇 它有很多精華 一共有33g那麼多 其實先塗精華上面 然後我再敷面膜上去 那就等大約20-30分鐘 剩下的精華當然要塗手手腳腳頸的位置 我自己覺得保濕力很好 敷完之後皮膚會變得很柔軟 還有剛才我擠了粉刺的位置 降紅也降得很快 敷了20-30分鐘之後 我就會在臉上按摩 因為我還有很多精華在臉上 現在轉季秋冬天氣 乾一點我就會敷得密一點 一個星期可以敷兩至三次 這樣就可以做一個急救的效果 敷完臉我就會做一個簡單的護膚程序 之後我就會再塗這個黃金啫喱水 拍一點點在臉上 然後我就會塗這個精華 近期用Fresh的這一支 我覺得它保濕度又不錯 有一點淡淡的 玫瑰花香味 也不會令到我皮膚有任何反應 所以我近期都在用它 之後就塗面霜 Karen's這個面霜 我覺得清索不黏 而保濕度又不錯 就算第二天睡醒 經常臉都不會出油出得很厲害的 所以我就一直都在用這一支 已經用完了 在家裏做Fatial也很簡單 大家也試一下吧 看完 待會兒